而大陸官方发言人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是很严肃的 不过这次正前发言人赵启正 他的反应快说话很风趣 颠覆了过往的刻板印象 也让鉴赏会的记者是笑声不断 也凸显出了大陆试图要转变宣传手法 企图要博得国际间的好人员 你对大陆官员的印象是什么 可他很凶总是板起脸孔一丝不苟 时不时还来几句威胁恫吓的话语 现在恐怕要颠覆你的看法 这是今年大陆政协记者会很常听到的声音 笑声不断台上坐正中间的先生贡献不少 他是发言人赵启正 你中文这么好 你直接从网上看看会收获更大 回答俄罗斯记者问题 赵启正最后補了这么一句 立刻让原本有点严肃紧张的记者会顿时轻松不少 69岁的赵启正长期从事对外工作 曾担任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和媒体打交道 果然很有一套 妙语如珠还不止这么一回 从我们今天现场看到您的简历 您的这个外交经验非常的丰富 谢谢你还费时间看我的简历 今年呢我们知道有两千万的农民工失业需要工作 他们的就业问题既牵动政府的心也牵动了网民的心 我们新华网推出的这个新华手机报 明白你问题的重点是说你们的手机网成就很大 让大家都知道 中国妇女英文月刊记者 想请问赵主任 请问赵主任 再说一遍 中国妇女英文月刊 你提问的时候呢 有一些朋友们笑了 其实呢这个笑我倒有点感想 说明我们有一个误区 妇女的事业不只是妇女去做 男人也要参加 连记者也忍不住鼓掌 赵启正谈笑风声 唯独这个话题 从1995年开始 六四难熟 也就是天安的母亲群体 年年给两会这个写公开信 我没有听清楚您是哪个新闻单位的 美国之音 你们说是哪个地方的记者 我猜测大概也就是美国之音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政治风波 我们党和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警戒指数立刻升高 提醒着禁忌终究还是禁忌 即便大陆搞宣传 奴隶对外展现亲和力博人缘 但红线依旧清晰 让谁都难越雷池一步 周恩学理东一杨士旭李洛梅 北京报道